Python 掌握好,不外物大概第一周最重要的环境 所以环境的话,第一个你要记得懒跟包嘛 所以其实这个程式要学得好 基本上一定要掌握出一个大方向 而且尽量不要把程式弄得太复杂 不然最后可能自己会想要放弃 因为太多东西要记得 OK,环境有的人就根本就问题一大堆 所以会后面run就会一直会有挫折感 所以简单,我就把那个懒人包先run起来 懒人包有两个东西嘛 所以你们回去的话,一定反正多run个几遍 应该会越来越上手 OK,所以环境OK之后的话 那再来的话就了解一些像变数的资料形态 然后加一些逻辑判断 并且上个礼拜最重要的就是回圈嘛 回圈就for回圈 有个范围的话,你用for回圈 如果没有一个范围是一个逻辑 OK,重复做什么事的话呢 那我们就用那个所谓的快回圈 那我们有几道题目了 包含就是说做一个什么加总 1加到99 这个应该也是 不管任何程式语言都会有类似练习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去学其他语言 反正它大概就差不多 那未来Python之后有没有更厉害的语言 一定会有 可能应该也会比它更简单吧 我的学习历程我发现 那个程式语言它只会越写越简单 像那个之前在比较夯的前面有个Java Java的话,那写起来就太复杂了 如果跟这个比起来的话 我建议你们就不用学Java了 因为学Java 你大概如果觉得这个很困难的话 那我看你学Java应该会想到 那更不要说学C++了 或者是语言 或者是学组合语言 那不用讲了 那这些语言主要的特性就是 让你能够更容易的跟电脑的沟作沟通 OK,讲白一点就是 你怎么样告诉他你要做什么 那告诉他做什么的话呢 里面有一些比较常遇到 就是说你要给他一些Data Data就变数嘛 然后变数里面的话 我们前面主要用到有整数 OK,有文字 还有有小数点的 那今天的话呢 要来讲有关那个串列 因为如果你的资料不是只有一个 可能你要输入成绩 不是只有一个成绩啊 很多成绩怎么办 那你必须用串列 把它放在一个串列里面 OK,做处理 那今天的话呢 接着来看 然后我们也是一样 第一道 第一个练习题 就是曼时CAI 这个曼时的话 就是月份嘛 那月份的话呢 我们如果这有点像是那个 英文猜 它哪一个月份 那因为这个月份的名称刚好对应到数字的几月份嘛 OK,也就是说 比如你看到这个问题为 然后你要猜这个几月 如果猜错的话呢 它就会答错了 如果你猜对了 它就答案正确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这个练习题 主要是反正你一直回答 回答到一定正确为止 OK 所以要怎么样去写这个东西 那基本上当然也是延续之前的那个问题 问题为 所以这边的话呢 跳出来会有一个input 那里面的话呢 会有一个乱数 这个地方的话乱数就是说 乱数抽一个什么 月份的英文名称 然后呢 你要能够针对这个月份的乱数名称 去回答它正确的月份的那个数字 OK 因为刚好它就是一个数字 所以比较容易直接在后面输入数字 那当然这个地方程式该合作 第一个当然你要input的过给它嘛 这个要乱数 另外的话呢 答对答错呢 要比对 所以呢 如果它输入的月份 跟它的这个月份名称是match的话 那你就要跟它讲答对了 就跳离回圈 如果不是的话呢 就一直答错了 OK 然后继续进入到回圈 如果呢 像这个是 我也不知道待会打几次会正确的话 那这个理论上就不会用for回圈 一定会坏回圈 那我的习惯一定是 反正你先就无穷回圈 坏我衣帽号就好了 我很喜欢直接写坏我衣帽 因为反正你一直进到回圈里面 可是问题来了 那是要怎么样 可以把这个程式写出来 这边的话呢 可能会遇到第一个问题 那我的英文名称需要一个清单 1月到12月 所以呢 第一个 你要必须把清单 我先秀一下给各位 它程式基本上 就长这样 程式大概就差不多有15行左右 两行注解 所以扣掉的话 大概13行程式 就可以把它完成 那里面的话呢 我们第一个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那个Mind CI的程式 里面的话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 一样要乱数 所以呢 我们会input input一个random OK 这个random 上个礼拜也有讲到 乱数 所以这个乱数还蛮重要的 那我们可以用一个random range 这个所谓random range 其实跟range有点像 从1到13的前一个是12嘛 刚好1到12 那实际上就是 帮我从1到12里面去抓一个 所以你必须要一个清单 有没有 1月 2月 3月 一直到12月的这个清单 那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必须产生一个串列 特别注意哦 什么叫串列 基本上就是不只放一个资料 其实讲白就是清单就对了 那只是说它的那个 一般叫串列 其实它英文名称叫lis lis就是清单嘛 那这个清单是怎么产生的呢 特别是第一个 清单它的规则一定要是中瓜五开头 中瓜五结尾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里面如果第一笔资料 它的那个索引值的话是0开始 所以它是0 这个是1 这个是2 因此类推 所以总共的话呢 这边应该是第13 也就是它索引值一定从0开始 不是从1开始 OK 那 第一个会遇到问题说 那我怎么产生这1到12月份 其实很简单 如果你在e-sale里面的话 其实如果用e-sale来做的话 相当简单 因为e-sale本身的话 它已经内建的一个什么 一个那个清单 就是1到12月 你只要一个空白的一个活跃部 如果你要产生1到12月的话 不过第一个你要先输入正确的1月份 1月可能要会拼 那2月到12月不用会拼 为什么 因为就把它下拉一下 你会发现1到12月就自动出现了 因为它内建了 这个功能应该各位用过吧 不过前提你要 可能要把那个1月份要背出来 这个general一定要背出来 OK 然后向下拉就OK了 实际上在Python里面比较麻烦 我之前讲过 因为它是虚的 看不到 但是e-sale里面就简单 e-sale里面是看得到的 所以其实那个清单就是这个东西 OK 所以以后你可以用那个类比的话 比如你想象的话 你就想象成这样 它就一个清单 那只说e-sale本身 它就一个地方可以让你放 但是Python它不像e-sale 它有东西没有 它就放了一个list 一个变数 放哪里呢 放你看不到的地方 OK 那它的表示一定是中瓜 里面要双椅套 所以我这个怎么做的 我把这个复制贴到那个拍子 然后前后把它加双椅套 这样就有个清单出来 OK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要做什么 我有个乱数 然后呢 但是你们 也不知道你们发现 其实理论上 一般串列 第一个一定不能是空的 但是为了我 贪图一些方便 为什么你会发现 老师你为什么第一个是空的呢 很简单 因为如果我第一个不是空的话 那那个general就变0了 这边1了 那如果我以后要比对的话 我变得怎么样 我要减1 加1 太麻烦了 所以这个是我想出来一个取巧的办法 就是我干脆加一个嘛 那加一个其实会差多少 就浪费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空间 然后呢 这样子让程式写得更什么 更不容易错 因为你就不用去想说 这个地方要不要加1 要不要减1 你们可以试一下 如果不加这个的话 超麻烦的 程式非常容易写错 那加了之后的话呢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 这个就是1了 然后一个清单 OK 有点像以色友里面那个清单 那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呢 得到一个乱数 1到12 因为我要乱数抓嘛 然后我就从这个random range里面 抓1到12 接下来的话呢 我要让使用者什么 去输入什么 输入那个input的一些东西嘛 问题为 这个东西要蹦出来 这是几月呢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的写法呢 input 问题为 那中间这个地方 它乱数出现嘛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可以用那个 先用上面部分 是一个random 这个random的话 就是1到12 帮我产生一个乱数 那也许呢 假设它刚刚是出现这个的话 那应该它是出现7嘛 OK 那就random 7过来 那如果我要取得什么 取得这个值过来的话 那你必须用这样的叙述 就是minus street 中瓜湖 如果你这边加一个7的话 它就会帮你把第7个这个值 带到这边来 那你显示出来就是什么 July OK 应该可以懂这个意思吧 抓第几个 OK 抓过来之后的话 你显示出来 July 这是几月呢 OK 它就跳出来了 那接下来的话 做什么 做那个逻辑比对 比对什么呢 反正你就一直 画有衣帽 反正你就一直进到回圈 直到你两个都match为止 那我让它输入 比如说它输入2的话 过来 那in and mind 里面是7 如果我输入2的话呢 两边会match 不会嘛 不会的话就是答错了 有没有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继续回答 所以这一行呢 实际上就是把这一行call过来而已 OK 这次几月啊 然后又进来回圈 然后如果我这个时候呢 输入7好了 那这个时候呢 7跟7 两个是match的 所以呢 答案正确 并且关键地方一定要break break之后的话呢 它就离开了 这样就OK了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所以这一题啊 基本上最重要的部分啊 可能要多一个地方了解 串列 OK 什么叫串列哦 OK 串列基本上就是不只放一个资料 它有点像esale啦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这个esale OK 那random之前做过了 OK 然后再来input自己做过了 那只是多一个什么呢 多一个画回圈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 我这边也许把它执行一下 OK 跑这个把它stop一下 OK 把它重新撞一下 好 然后把它重新撞 OK 那这个时候的话 它就 这个是几月啊 那我们就知道说 这个假设我输入2好了 2的话2月对吗 那打错了 OK 问题就又来了 所以它又回到那个问题 然后让你继续回答 如果你又输入一个错误的好了 6月对不对 不对 不过 特别说它无穷违圈 直到你要答对为止 OK 所以如果你要给小朋友玩游戏的话 有没有 你就把游戏先设定好 然后一个一个 直到它答对为止 但里面可能 你要算它的时间吧 或者将来如果你要把它放到云端上 让它去排名的话 其实就 你可以在 后面再加一些云端东西 那就可以算出哪些小朋友 答这个对的速度是最快的 OK 那这边的话 如果答对 3月 enter 答案正确 就跳里 就break掉了 程式不多 但是这个部分的话 你可以从这个范例 可以衍生出还蛮多游戏 可以类似的把它修改一下 还蛮多可以这样玩的 这个是不是这个 或者是让它选 1234 比如说选择题 也可以 刚刚你要把题目预先做成篡列 OK 好 那这边的话 请各位先试一下 就是在我们讲义里面的第104 105 这两个 那另外的话 也可以延伸 如果只 让它只能够回答三次 因为我们刚刚的程式 让它是后来回圈 它一定要回答 可是它如果一直乱拆 那如果限制它答三次 如果答错 那表示你应该就不会了 我不会让你乱拆 所以这边的话 可能要改什么 改for圍圈 OK for I 要不要 in range 三次的话 也许让它可以跑 那这边请各位再想想看 答案的话 在106页也有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也好